来兄弟们进来 客户库啊 咱们一起把这个摄像头挡上 准备好了啊 现在打一顿 直接恶揍一顿 变态 K-O 冷静一点冷静 冷静一点 你让我们怎么冷静 来吧 讲讲吧 这个是怎么想着 把小静关内幕的呀 其实我觉得 不算把他关起来了 我只是把他保护起来了 保护起来 哦 那谁在伤害他呀 我不知道有谁在伤害他 那你保护他干嘛 你保个啥呀 没有啊 我只是 我只是把他 放在了我的房间 然后把 所有最漂亮的衣服 最好看的首饰都给他 我只希望他可以 漂漂亮亮的 这样我就可以很开心 那你买个洋娃娃放那儿 不是更好吗 洋娃娃 对啊 不一样啊 小静他是 有生命的 会动 有思想的 会交流 没 他是我的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完美的东西 好饿 好变态 我 是 我 不一样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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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石 手镯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都被人抢走了 然后他问我能不能 就陪他再去现场看一看 其实我没有想到 他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出现的 然后当时我就 希望他可以先平静一会儿 然后我就假装地 说去联系他的父母 但我并没有联系他的父母 然后我就把 准备好的安眠药给他喝了 直接给人下药 我只是想让他好好睡一觉而已 因为感觉他受了很多惊吓 那为啥睡一觉起来 也不放人走了 因为 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 我不希望他再 那样受到伤害 所以你在外面可以承受危险 可以啊 那那天你给他下完药 你就晚了你就在家在这了 对那天我给他 喝了安眠药让他安静一会儿以后 第二天其实我忽然是看到了一条新闻 那条新闻说 在小树林 然后就是小静 他被人杀害了 因为可能是他的那些东西留在了现场 然后所以警方那个时候 判定为是他死亡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真的是天时地利 天时地利 你在囚禁他 囚禁起来之前 有没有讨历过后果 我只是想保护他而已 哎呦 这条新闻 他有没有讨历过后果 对于我们的那些东西 做我们的那些东西 我们的哪些东西 去看他 他会想保护他 因为他在囚禁 他就说他 是一条新闻 他们的那些东西 他在囚禁 他在囚禁 那你准备这个房间的时候 你爸知道吗 他应该不知道吧 我是没有主动说过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偶然间有发现 我们俩没有交流过这个事情 我们在隔壁或者其他楼层 都听得到那个女生的哭声 难道你爸爸没有听到我吗 我不知道 那先不聊小姐 再聊聊腾中介 你认识吧 腾中介 我知道 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见他是 凌晨的三十分 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会去找他 是 昨天下午的时候 我在门口看到了一张纸条 然后腾中介写着 他知道一些事情 然后让我零点三十分的时候 去找他 所以我就去了 你们聊了些啥 我当时夜里过去的时候 我首先刚开始进到一个房间的时候 我发现他不在里面 然后有一个礼物 然后我发现礼物亮着灯 我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窗口看到他 我可能只能看到他的大概到腿部这里位置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我过来 你知道了什么 然后他说他今天很累了 然后我先回去 然后可能过几天再找我聊 其实我当时其实还是想继续问他呢 因为我怕他知道了我和小静的事情 但是我转念一想 我有没有真正伤害他 我只是把他保护起来了 我也没有觉得我做错了什么 然后我就走了 腾中介的声音和以往的有什么区别吗 我是没有发现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和腾中介本身也没有很熟 对 郭芭悠 你刚刚是不是看到一张珍珍的照片跟他 对 你为什么要 偷拍我们家珍珍 珍珍 对啊 珍珍是他的女朋友 童童啊 是吗 童童 童童 在他的记忆里叫童童 对 因为我是前几天排练的时候 然后正好又看到他 我们上一次见面 你们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 可是你知道 你喜欢的那个人死了吗 我喜欢的那个人死了 你喜欢童童吗 我不喜欢他 因为你们说死了一个人 我竟然又见到他 我就很奇怪 然后就顺着我拍了一张照片 所以孩子啊 首先呢 你犯法了 我们要代表法律制裁一下你 你这个就得上手了 他这个手就得 真实互动吧 大家收住手啊 就曹家这个情况 我肯定会跟有关顾问反应的 还是得让法律来制裁他们 对 那要么我们接下来去餐厅讨论一下 各位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先请回吧 因为我不太习惯 房间里有其他人的气味 你不喜欢房间里有人 你在说什么 走吧 那我们去餐厅讨论一下呗 来 走 走 走 其实这个真的挺吓人的 是呢 非常难受啊 张不开嘴 说不出话来 是不是 嗯 大家讨论一下呗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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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门口的扑克牌我们还没解开呢 对 他那个扑克牌只有在房内才能搭 对 除非是下面那个网可以拆起来 你不说有液氮吗 你不说有液氮吗 液氮是不是可以把扑克牌固定住 然后再走啊 然后那个液氮化了之后 然后挥发了之后就只剩下空的扑克牌 这个造成没有人出来过 液氮就是急速冷却 这个 但是咱们现在化学 化学打小没绝好 那相当于被冰冻了一下嘛 你液氮已经固定好了 把它们粘一块了 啊 然后噗 他就看 就比如说这个是门 然后他这样子搭好了 他就可以开关 因为他粘在上面了 但是如果开关的时候 他这个 他的扑克牌囊的不会动吗 不会 因为他粘在门上 就扑克牌的边边 就是这样子卡在这个门上 然后他这样门就开关 他还是粘着呢嘛 然后等他化了之后 他就这边横开了 对 明白 那他的意义是啥呢 就是让小和这个官方人员知道 让我觉得以前没有人 让他一打开门发现 这个扑克牌围在这应该没有人 杀完人可以出来